南投县竹山镇七巡林姓妇人日前至当地派出所报案 只称自己遭到抢劫 手机和险金都被抢抢夺取 但经警方调查后发现 歹徒就是灵妇的失业儿子 左巡献埋伏后将王逮捕到岸 经一强盗罪嫌宋办 警方调查 31岁王姓男子失业就嫌妇在家 不思进取也不找工作 每天就是骑机车四处游荡 没钱时就跟其母林姓妇人所讨 但英灵已年迈且身体欠安 平时仅靠打零工为生 经济也不富裕 难以负担汪每次的金钱生讨 却遭而无情被带 我被抢了 手机跟钱都没了 林傅前天向警报案被抢 警方初步了解且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 王在26日时向林伸手要钱 林断然拒绝后 王静报走入骂压制母亲 还咬伤其右手大拇指 之后抢抢手机和现金 1000元后骑车离去 竹山警分局表示 确定王贤涉案后 先行通报社会局设法 安置林傅 另一方面向检方申请居票 且调阅王逃亡沿途路口监视器 寻见埋伏准备逮人 昨见时机成熟一举情货王 他对犯刑则坦诚不会 精一强盗罪嫌疑送男头地检署侦办 王姓男子强强其母亲财务后 还悠闲骑车在街头闲晃 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后 寻见逮人 屠竹山警分局提供分享 王姓男子昨遭埋伏警力逮捕后 对犯刑坦诚不会 精一强盗罪嫌疑送法办 屠竹山警分局提供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